大家好 今天是6月25号 最近对于三峡大坝要垮这件事 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不同的观点 所谓不同 大概就是目前主流的社交媒体上都说三峡要垮 你可以在YouTube上搜一搜三峡 几乎都是类似的标题 就算不说它马上要垮 也是强烈暗示它很可能要垮 那么这样的标题往往点击量狂高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就这个话题展开太多 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既专业又系统 我呢也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过它会不会垮 我做那三集三峡的节目是想探讨一下它变形没有 以及网上流传的黄小坤王维洛黄万里的那些话 本来只是想做个小新闻 后来呢索性就把三峡的资料都看了一遍 所以写的也就比较多 但是我看到很多别的视频博主类似节目下面的留言呢 似乎很多都认定了它会垮 而且随时会垮很快就会垮 这时候突然有两三个博主很坚定的说三峡要垮是谣言 而且有些博主呢是原来反共立场特别坚定 反共言辞特别强烈的 当然我这里声明一下并不是说他们立场转变了 只是他们画风的这个转变让有些观众马上就适应不了 很多观众发出了尖锐的反驳 比如说你毕竟是图样图森破 你对中共的邪恶本质还不了解 你说他不垮他就不垮了吗 万一垮了呢 然后呢有些博主还非常气愤还专门做节目 我看到这一幕呢是感觉既好笑又无奈 作为一个视频博主的心态和观众的心态呢 还是略有区别的 我知道像类似战争啊洪水啊垮坝的字眼很能吸引流量 但是做节目四年多了 我始终还是坚持我的宗旨 在坚持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发表有营养的评论 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从之前一直了解到的有关三峡的资料来说 我觉得三峡迅速垮坝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我也知道三峡这个工程在人们心目中的感觉 但感觉如何是一回事 它会不会垮是另一回事 另外还有像三峡变形 像黄晓坤的宜昌一下跑等等的传言 它很符合大众心理 但不符合科学常理 于是我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验证 在节目发布以后呢 也引起了一些反馈 有网友也发来他的探索 他发现在Google地图上切换一下2D和3D的时候 大坝会显示有扭曲 他还把过程呢录成了视频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裂缝阶段就混凝土呢 呈塑性变形分布就已经开裂了 这种变形就没法恢复了 还有一个叫破坏阶段 就是塑性变形到达了极限 就是快垮了 不过呢 他这里说是三峡霸体还处于弹性变形的阶段 就是完全正常 但是我记得几年以前啊 有照片说三峡的表面有裂缝 然后呢官方说这个这么长的混凝土有这个表面裂缝是非常正常的 热胀冷缩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属于正常的呢 还是他说的弹性形变 还是说有一个裂缝阶段 这里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认真 而后来我也在用Google的原版地图去看三峡 发现三峡还是扭扭曲曲的 那么我认为这大概率是Google故意的了 当然这个故意里面也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Google本来就看三峡不顺眼 故意把它整歪了 第二个呢就比较阴谋论了 就是Google内部呢 可能有一些高级的中共卧底 他通过这个地图扭曲呢 可以故意散布一些低级的谣言 引发外界的亲信 继而打击海外社交媒体的信誉 现在有些博主站出来说不要轻信谣言 一来呢是出于对这种营销噱头的鄙视 二来呢是怕这种危言耸听的传言 引发真正的恐慌 他们中呢还有一些人在长江边 还有家人和亲戚 结果他们的节目反而遭到一片的质疑 我也是颇为感慨 其实主要是感慨这些观众 为什么事先都没看我的节目了 我节目里的那些资料 只要大家愿意找 其实并不难找到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既不找 找到了他们也不愿意信呢 当然有人说 相信三峡变形要垮 相信三峡必定短期内会淤积失败 然后被迫炸掉 这在心理学上呢 叫动机性认知偏误 就是你先听到一种说法 先选择了相信 只有很偶然的机会才会去验证 有时候这种说法的领域过于专业 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验证 其实实不相瞒 我从听说三峡会淤积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 我也是深信不疑 我最近也是第一次去验证这个事儿 而我听说三峡变形呢也有三年了 也是第一次直到前天才去验证的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不光我一个 关键点在于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一个在别的地方 别的国家 很可能会被当成一个笑话的很荒唐的说法 我认为那些不愿意看澄清类节目 辟谣类节目的观众 其实跟我一样 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找到资料 也不是他们理解不了这些专业名词 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跟我一样 对这个政权实在是太厌恶了 从一开始就不想听到任何有关这个政权的好消息 三峡呢是这个集权工程的一个象征 它是一个超大工程 庞大笨拙 忤逆名义 腐败丛生 质量堪忧 同时它又具有敲骨吸髓的赚钱能力 但是只分享给极少数人 我想没有人 没有几个观众会想看到几千万人生灵涂炭 但是大家都很想看到这个政权 像一个劣质的大坝一样垮掉 而且是迅速垮掉 整段垮掉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行屹立在那标榜千秋伟业 其实三峡的真正功能只剩发电了 这是废话 世界第三大和你拦腰截断 无论怎么样都能发出很多的电来 只要你不计一切代价 也不管它的任何负面作用 几乎任何国家都能造得出来 埃及在19世纪末都能造出阿斯旺大坝 从技术上讲 三峡大坝在1950年就能修建 现在三峡除了发电似乎乏善可陈 防洪是防得了这头防不了那头 于是面对洪水 这个政府就像面对这座大坝一样 选择了无视 一方面小半个中国都在发洪水 定于一尊却去了西北的宁夏 或者就在重庆附近却视洪水而不见 谈什么禁毒 连当年江泽民作秀的镜头都懒得学老 另一方面却接二连三的发通知 杀气腾腾的对所谓发布洪水谣言的人 进行抓捕 可惜武汉刚过了疫情又遇上水情 武汉长江段的水已经漫上了堤坝 这一次可能连个吹哨人都没有 一次一次的灾难 不但没有打开舆论的突破口 反而让扼杀舆论的技巧越来越成熟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这种做事不着四六荒唐透顶的政府 确实是应该让洪水冲走的 其实应该垮的是这个体制 而未必是这个大坝 这个大坝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工具 跟一把菜刀是一样的 大坝垮不垮是个科学问题 不是一两集节目能说得清的 也不是一两篇唱垮的文章就能让它垮的 我并不憎恨这个大坝 我憎恨的是让这个大坝上马的机制 这个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 而且发挥的越来越淋漓尽致 我也不担心垮坝 我担心的是很多人把这个体制垮掉的希望 寄托在一个物件上 跟这个体制有关的每一个物件上 就如同31年前把希望寄托在学生的鲜血上一样 确实对一个庞大的系统 做出系统性的分析和批判 远不如让它像这个大坝一下垮掉 来的痛快 来的干脆 来的一目了然 但是这也正是中国民间情绪的一个苛究 就是似乎只有特别巨大 特别明显的东西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在某种程度上 跟中共的GDP政绩合法性是一脉相承的 而相似的东西往往只能相生相伴 很难取而代之 如果国人能够更多关注一些系统性的东西 根本性的东西 而不总是那一只黑天鹅 那么一来会让自己不那么容易失望 也不会很轻易的失去道义糕点 也不会给专制政府很大的操纵空间 随便弄点视频 弄点图片 配点文字 就可以煽动一下廉价的情绪 消耗你的激情和公信力 这是当局非常乐于看到的 就像今天网上又有个视频 你们看一看重庆境内的洪水 已经基本上把街道上面 汽车房屋全部撞毁了 街道上全部是洪水 汽车已经冲成了一堆 损失十分巨大 现在这个是十倍 这个是雨水加上泥石流 内容是意大利北部的洪水 被配上了重庆城区的字样 让很多人热血上头 然后又回归沉默 不知道这算不算所谓的九层腰塔理论 如果心态更成熟一些 理性一些 激情可能会少一些 但中国的转变一定会快一些 最后我对于有几位博主能站出来直言真相 提倡理性表示钦佩 同时我也想请大家引申一下 如果三峡如此 那么香港疫情和中印冲突等等 是不是也有类似 如果有某些很久不看我频道的观众偶尔看到这里 会不会多了一份理解 当然我还有更多的话想说 对中国的转型也更为重要 那么照惯例还是放在我的那本书里了 那么再多说一句 理性真实是战胜谎言最有力的武器 好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或微信打赏 左边是PayPal的转账邮箱和转账快速链接 PayPal在中国可以注册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如果不成功 可以加编辑的微信号 同时发表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度视 会有一些生活旅游类vlog 和一些对节目内容的补充 以及不定期对留言的回复 另外还有周周坎微信群和电报群的入群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